今天有媒體就是報導出說 當時金華城的建造取得 是早於說他融獎協議書之前 大家知道我們要申請建造 一定要先確定開發量體 包括融獎跟融移 然後要核發建造 你也一定要先確定 他的總開發量體是多少 可是所有金華城的融獎跟融移的確認 幾乎都是在他核發建造之後 融獎的協議書的上面的日期 是11月才簽訂協議書 那市府不能只說我發了公文 這個協議就確定了 沒有 協議一定是要雙方用完印 這份合約才算是確定 不是說我跟你講好的那一天就是確定 這個當時的都市計畫書 寫得非常的清楚 要簽署完協議書 是簽署完也就是用印完 而不是說市府以他的發文日說 我願意跟你簽協議這一天 這是第一個 那協議是11月的時候才簽署完畢 用印完畢 這個合約書上面都寫得非常的清楚 然後第二個是融移的審查也是 我們看到這個融移的副審 審議委員會的副審跟確定 都是在2022年的11月12月才確定下來 才開會審查跟確定下來 你的融移都還沒有經過審查 還沒有經過核准 請問一下他是怎麼去設計他的建造圖 我們的建管處又是怎麼樣去核發他建造圖 你那時候確定他一定拿得到30%的融移嗎 都不會打折都不會被扣嗎 所以到底是金華城有預先的神機妙算 還是金華城跟市府那個時候已經有默契 融移一定到的了手 你先幫我發建造呢 我覺得這個都是非常奇怪不合常理的事 根據我們過去台北市的每一個建案 申請建造的日期 平均大概是需要三個月左右 去問所有的大小建商 他們申請從申請建造到核發建造需要多久 三個月到半年 三個月到半年 那為什麼金華城可以超前取得 你所有東西都還沒有確定 融獎的協議書還沒有簽署 融移的審查會都還沒有通過 憑什麼發給他建造 那你用什麼去審的 這一些我想都是後續 我們會去追究的行政責任問題 跟有沒有非法圖利的問題 因為他給建造 因為他給建造 簡單講你簽訂協議 顯然是有困難簽訂 而給了建造以後 親周與過萬重山 再補協議 這當然我覺得這是要廢造的 因為協議要在前 建造要在後 現在建造前協議後 這是有問題的 因為這簽的協議爭議性太大 他不大敢簽也不敢曝光 所以等拿到建造以後 然後大家都認為 親周與過萬重山 才來補這個東西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黃珊珊 他2018選試院的時候 沈慶金中華工程就給他20萬 我們要問黃珊珊 大家也很清楚 這個他上任市長以後 副市長以後 2019就開始極度的變化 黃珊珊就積極的協助 沈慶金 然後跟科幣認識以外 容積就一直放寬 然後大家也知道 在兩個禮拜前 我告了黃珊珊 黃珊珊是最後最重要的拼圖 整個事情 而且我請拜託檢方 一定要趕快傳他 為什麼你知道 隔空篡政 黃珊珊跟沈慶金隔空篡政 黃曙光 黃珊珊跟沈慶金 朱雅虎他們都是黃復興的軍系 他們認識了幾十年了 關係是非常的深厚 然後黃珊珊發表一個 那個都市計畫法的二十五條 那個人不適用 可是他重點不是適不適用 而是說我黃珊珊還在挺你 因為現在沈慶金 他現在上吐下瀉 快撐不住了 黃珊珊說我還在挺你 所以請你撐住 黃珊珊最怕 就是沈慶金把什麼都招了 招是不是怕招出來 你選台北市長的時候 他給你多少錢 柯文哲怕 黃珊珊更怕 黃珊珊 所以他說我還在挺你 我們整個黨 而且我還po文 因為大家知道 那個無線電視是可以看的 沈慶金可以看到黃珊珊記者會的內容 就是二十五條那一條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簡聯還沒有動作